他,披荆斩棘,十年如一日,只为那站在领奖台上辉煌的几分钟,他,天赋与实力并存,胜不交败不耐,他,将球场当成战场,拼尽全力驰骋将场。 他也曾跌入低谷,他也曾几经磨难,他也曾彷徨迷茫,但是他从没有放弃,因为他心中有光。 他欲火重生,拿过属于自己的MVP,他就是篮球界的新锐选手,郭艾伦。 本妻子牙童趣体育观察员就带领大家一起走进郭艾伦的战场。 郭艾伦,1993年11月14日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市。 郭艾伦出生在一个充满欢声笑语的家庭,他的童年是快乐的,他的性格也是积极乐观的。 郭艾伦的家庭可以说是篮球世家,他的奶奶曾经是篮球运动员,叔叔郭世强也曾经是篮球运动员。 虽然郭艾伦的父母不打篮球,但是他继承了奶奶的篮球基因,注定与篮球有解不开的缘分。 从小,郭艾伦就对篮球表现出不一样的兴趣。 郭艾伦的篮球启蒙,则是在他的老家。 因为叔叔当时是辽宁南岚的主帅,经常有比赛。 每逢比赛日,郭世强的妈妈总会带着一家老小去给儿子加油助威,这里面就有郭艾伦的身影。 进了球场,郭艾伦就满场地跑,看台上,球场上,没有他不去打的地方。 他不仅仅是来玩的,当球员因为挥洒汗水弄湿了地板,其他工作人员没有反应过来时,他总会第一个跑过去帮忙擦地板。 久而久之,他的敏捷度就锻炼出来了。 中场休息时,郭艾伦常常跑到篮筐前练习投篮,还穿着带有辽宁南篮logo的队服。 有一次郭艾伦在练习投篮,恰好看到张庆鹏走过来了,非要和他比试。 刚开始,张庆鹏只是玩玩的心态,因为他觉得自己大郭艾伦十二岁,没必要当真。 没一会儿,郭艾伦就逼得他不得不拿出真功夫,他也不禁感慨,郭艾伦的技术还真不错。 郭艾伦可谓是年少成名,注定的将帅之才。 小学五年级,郭艾伦进了辽宁少年队,开始了正规系统的篮球训练,开启了他在篮球场上的篇章。 虽然年纪小,但他却非常刻苦,每天训练都是最后一个走。 即使又苦又累,他仍然以微笑面对。 2007年,郭艾伦十三岁,他拿到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冠军,全国少年篮球赛冠军。 付出总会有回报,当他站在领奖台上时,满脸都是自豪。 他告诉自己,这只是一个开始,他将来还会拿更多的奖杯。 小有名气的郭艾伦,带着队伍参加了很多比赛。 到17岁那年,郭艾伦带领队伍先后拿到了亚洲青年篮球锦标赛冠军,参加过优十七世界青年篮球锦标赛,屡历华丽。 2010年,郭艾伦凭借着出色的能力进入了中国队,并且参加了土耳其世锦赛,他成为了中国男篮队史上最年轻的一位球员。 对于一位少年来说,任何一段经历都是最为宝贵的财富。 同年,郭艾伦凭借着国家队的履历顺利进入了辽宁一队。 从此,他的名气在篮球界无人不小,他也开始了自己的CBA征程。 赛季新秀,郭艾伦共出场了31次,其中12场担任首发,阿岗坤出场25.5分钟,表现优异,得到了本赛季的新瑞赛MVP,这一年他还未满18。 职业生涯前的两个赛季,辽宁队战绩不佳,无缘季后赛,郭艾伦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,出场时间被削减了。 成功的道路总是充满曲折,磕磕绊绊,没有一帆风顺的人生赛场。 2012年,郭艾伦再次得到了国家队的垂青,跟随中国南篮参加伦敦奥运会。 奥运会是更大的舞台,是每个运动员的追梦地,也是每个运动员的荣耀地。 奥运会,郭艾伦出场了三次,但是在意见连这种老球员身边打球,对他来说也是很珍贵。 他的球技突飞猛进,从奥运赛场归来,他便坐稳了辽宁队主力的位置。 后来又靠着自己的努力,击败了丁燕宇航等人,获得了该赛季进步最快球员奖。 2012-13赛季,辽宁队一改颓迷之势,勇往之前,杀进了季后赛,首轮便遇到强大的新疆队。 考验重重,郭艾伦更是显露了自己的天赋,拿到了15.8分, 2.7个篮球班以及4.2次助攻。 正当篮球生涯进入辉煌时,出现了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。 2013-14赛季,郭艾伦打了两场常规赛后,右手手腕骨折。 这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。 如果因此断送了自己的篮球生涯,郭艾伦可能会在痛苦与悔恨中度过。 即使幸运之神没有眷顾他,但是恶魔对他却存了一丝丝的善意,或许他也不忍心看到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就此葬送。 虽然手腕骨折,倒是好好休养,还是可以继续打球。 这对郭艾伦来说可能势必听到自己获奖还要开心点消息了。 郭艾伦一直到季后赛才复出。 复出的郭艾伦,由于九输球场,状态一度低迷,手伸了,成绩惨不忍睹。 经历了年少成名的辉煌,遭遇了重伤败继的挫折。 郭艾伦依然用乐观的态度面对,他更加坚定了自己在篮球上的决心。 新赛季,郭艾伦重新找回状态,带领队伍又一次闯进了总决赛。 无奈辽宁队实力还是不够,最终败给了北京首纲。 这是郭艾伦经历的第一场CBA的总决赛,虽有遗憾,却不是无法弥补。 从2015-2016赛季,郭艾伦个人数据不断上升,成为了全明星球员。 在他的带领下,辽宁队再次进入总决赛。 然而天意弄人,他们竟然败给了弱旅四川队,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。 这次比赛后,辽宁队连续两面与冠军失之交臂,郭艾伦受到了竞赛的处罚。 此时,球迷们不淡定了,外界对郭艾伦的评价也是褒贬参半, 很多不理智的言论朝着郭艾伦砸过来。 卧薪尝胆,只为一招复仇。 在2017-2018赛季,郭艾伦顶着压力,顶着谩骂, 在他成熟稳重的指挥下,辽宁队拿出必胜的信念, 如同奔逃的猎豹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到了最后的总冠军。 这也是他们辽宁队的首个总冠军。 郭艾伦证明了自己,他仍然是那个不服输的少年。 郭艾伦的表现越来越成熟。 在CBA的2018-19赛季,郭艾伦打出了亮眼的成绩。 常规赛即将进入尾声的阶段,郭艾伦打出了令人震惊的成绩。 郭艾伦带领着辽宁队战胜了许多强劲的对手。 到常规赛第40轮结束,辽宁队以35胜5负的成绩排在联盟第二的位置。 他用实力告诉对手辽宁队也是一支强者队。 而郭艾伦个人的表现也很出色。 他以千军万马的势不可挡的姿态,越战越勇。 在哈德森缺席的情况下,独自带队战胜了对手。 在对阵深阵队,眼看比分要被追平,他单枪匹马砍下12分。 场军拿到22.6分,4.6个篮球班,6.2次助攻,2.0抢断,0.1个盖帽。 场军得分排在本土第二,场军助攻排在本土第一。 战绩与数据都处于领先的位置。 所以他的MVP的呼声已经超越了王哲林和联盟第一人一间联。 或许他能再次夺得冠军,我们一起期待。 世界上从来不缺有天分的人,但缺少努力且有天分的人。 郭艾伦天赋异禀,却又努力上进,正是如此,他才能在自己的战场一展雄姿,气势如虹,在困难面前,霸气一挥,一笑而过,在荣耀加身时,不焦不燥,继续向前。 他告诉我们,面对质疑,最好的方法是用成绩来征服所有人。 他做到了,在未来,他也可以成为篮球界的奥斯卡。 你们对郭艾伦的球技有什么看法呢? 你们认为他能担起一对主力吗?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,请关注我,为我点赞并转发,你们的每一份鼓励,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。